晚上10点,浏览营球却传惠休息 郭艾伦遗憾痛心,姚明该下决心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喜欢CB的体育迷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B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CB几乎C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可以说目前来说CB已经打进了决赛 刘宁对阵广沙的CB也是让他的球迷高度关注 但是呢目前来看,刘宁队一技绝尘,大比分2比0领先 作为广沙队来说,其实本赛季整体实力不弱 但是呢,在总决赛开打之前 两名核心球员赵延后,胡金秋,也是赛季报休 作为球队来说,损失比较大 作为球迷来说,我们非常期待总决赛能够非常精彩 但是通过这两场比赛来看呢 整体的竞争力啊,确实不是很强 就在之前的比赛中,刘宁队是再次的击败了广沙队 作为刘宁队来说,他的整体实力,人员班底 确实比较齐整,也是并不渲认轻松的击败了广沙队 大比分2比0领先 作为刘宁队球迷来说,也是非常高兴吧 但是呢,刘宁队迎球之后呢,也是传出了会议消息 什么会消息呢,就是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 郭耀伦通过目前的表现来看 他很有可能无缘本赛季的总决赛MVP 因为通过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呢,蓝鞋的一个最新规定 MVP的评选呢,各项数值 包括各种一些计算方式啊,都比较复杂 作为郭耀伦来说,他在总决赛的出场时间 包括得分,加上效率值 都不是权力最高的 所以说作为郭耀伦来说 他想要获得本赛季的总冠军MVP啊 也是非常困难 目前来看,这场比赛中 郭耀伦出场时间也不是很多 得分只有4分 他想要去竞争这个MVP啊,确实非常困难 作为郭耀伦来说,他还是非常希望能拿到这个奖项吧 但是目前来看 CPE的这个最新的计算方式 郭耀伦也是比较遗憾痛心吧 其实作为总决赛MVP呢 这个含集量也是非常高的 这也是对于一个球员在整个赛季的一个肯定 作为当家球星,球队核心 郭耀伦他当然非常希望能够拿到 但是目前来看 郭耀伦想要拿到的话 确实需要杨明的一些额外的辅助吧 作为杨明来说 确实应该下决心了 因为杨明呢 对于整个郭耀伦的使用啊 还是比较少的 尤其是大比分领先之后呢 对于郭耀伦还是有些限制的 我们是希望呢 杨明能够放开 让郭耀伦在以后的节奏比赛中啊 能够真正打出好的水平 争取呢 获得本次的MVP 这也是对于郭耀伦一个赛季的一个肯定 这也是对于郭耀伦这个赛季的一个肯定 也是祝福郭耀伦能够拿到本次总决赛的MVP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下期的聊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